首先自己要承认 我们自己息息重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怎样保持 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了 一天二十四小时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念不利如来教会 你才能保得住 古人讲三天不读圣仙书 明目可诚 变了 今天这个世界 一天不读圣仙书 你就面目全非了 你就保不住了 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多重要 无量受音作为扩松本 这对知识分子来讲 好啊 时时刻刻不离开 心里头真有福 万云放下 有大慈悲心 灵明苦难众生 抽一部分时间来照顾他们 这个在已经得到的人 没有问题 我们没有明心见心的人 有问题 怕的是什么 随云随着变就完了 不是我去读他了 他把我读了 这种事情很读 我们轻言所记 轻而所闻 这不是假的 出家 休闲 都很不错啊 讲经说法 他到最后还俗了 跟这个女众信徒结婚了 不但现在有故事和也有 这个原因我们知道 我们很清楚 每个人的语言不相同啊 信的不够深 麻烦就大了 那信要深 只有深入尽脏 信息真深 不是深入 很难啊 你细心看看这些人 确实 他没有深入尽脏 大经大论 大经大论 没有失礼 那一般都是 流通最多的 这几步几点 而且 读送 受持 就像经上讲的 心里都有杂念 不亲近 那么这样的心 那么这样的心态 去学佛 所学到的 是佛修知识 佛修常识 真正 真正乏味 没尝到 他才会被外头 进界转 如果真正乏味 尝到了 就不会了 他在 今夜里 能做得了主 所以 是心是佛了 我们现在 要是心做佛 这个太重要了 最简单 最直接 最稳当 最快速 莫若把 阿弥陀佛 放在心中 我心 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即是我心 真的是心做佛了 这是金宗法门 无比的殊胜